有人说,这是最棒的奥特曼电影 8.8的高分,不管特效还是剧情 都称得上经典之作这四个字 尤其是里面奥特曼黑化的样子 简直让人兴奋到发抖 故事偏偏发生在一个没有奥特曼的时代 那一年,奥特曼为了保护地球 和终极怪兽正面对决 不幸被一道石化光线贯穿身体 变成石像,沉入大海 但那时的孩子们心中有光 他们化成无穷的力量汇聚到奥特曼体内 让他重新站起,终结了怪兽 人世间得以重现光明 刻战后,神光棒化成灰烬 作为迪迦奥特曼人间体的大骨 再也不能变身 奥特曼也因此从世间消失 直到两年后,一支考察队带着秘密任务 来到一处超远古遗迹 他们走了好久,终于抵达最深处 一座巨大的石门处立在眼前 上面刻满了超远古时代文字 指挥官下令炸开石门 工程师开始钻炸药孔 而局舰会队长看着门上的文字 图案、石像 仿佛里面封印着什么,让他感到极度不安 随着一声巨响,石门被炸开 里面竟是三座怪异的奥特曼石像 还隐隐浮现幽暗的气息 指挥官下令将他们搬走 铁架很快架好,马上动工 局舰会队长忍不住了,冲上来劝阻 却被警卫团团围住 指挥官告诉他,这是上层的命令 人类要在这个没有奥特曼的世界 掌握奥特曼的力量 只能拿这些石像做研究 局舰会队长怒斥道 你们的贪婪会把这个世界带向深渊 就在这时,石像上的石皮渐渐消失 指挥官还没意识到危险来临 局舰会大喊快逃 但已经来不及了 三大黑暗巨人一苏醒 就开始疯狂破坏 紫色巨人肆意践踏 把人类当蝼蚁踩死 红色巨人抓起一个调查队员 随手摔死 然后举起石柱,向人群砸去 为首的女巨人召唤出大群怪鸟 收割了残余的调查队员 只剩居监会队长在爆炸中昏迷过去 身旁竟缓缓浮现出一个白发女人 她叫幽莲 是超远古时代的地球守护者 如今借助后代居监会的基因现身 幽莲张开双手 在一记上空布下屏障 阻挡黑暗力量侵袭人间 而此时的大谷正和女友琳娜杜蜜月 她突然看见 一个黑衣女人浮在水池上空 正是一记中女巨人的人间体 卡蜜拉 来的不仅是她 还有遮天蔽日的怪鸟 他们像利剑一样刺穿大楼 下方人群惊恐奔逃 大谷也在混乱中和丽娜走散 眼看繁华的城市变得千疮百孔 她感到极度无力 黑暗还未曾消退 而她已经不能变成迪迦 保护人类了 就在这时 一只黑色的神光棒凭空出现 大谷捡起来 她没时间犹豫 举起右手 耀眼的光芒闪过 迪迦回来了 但下一秒 她变成了黑色 这是浑身充满邪恶力量的黑暗迪迦 浑身黑色的迪迦奥特曼 看到废墟中一对可怜的母女 她竟然握紧拳头 哼砸下去 最后 指射女孩手里的红气球缓缓升空 大谷猛然惊醒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梦 那对母女孩坐在对面吃着零食 这座城市也从未受到怪鸟袭击 但自己梦中的迪迦 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这天 大谷来到资料室寻找答案 她看到了一段超远古时代的影像 三千万年前 黑暗力量降临地球 光明巨人不但要对抗怪兽 还要对抗更加强大的黑暗巨人 那场战斗毁灭了一切 只剩四大黑暗巨人活了下来 其中第四位 也是最强的一位 正是黑暗迪迦 就在这时 三位黑暗巨人的人间体出现了 他们冲过来狠揍大谷 把他吊在挂钩上 打成重伤 原来 当年那场大战后 迪迦背弃黑暗 投奔光明 还将他们这三位昔日的战友 封印在遗迹中 熬过了漫长的三千万年 如今 他们带着滔天的怨念归来 要让黑暗重新笼罩地球 女巨人卡蜜拉 拿出那只黑色神光棒 递给大谷 要她召唤出黑暗迪迦 回到自己身边 而大谷坚信自己能用心中的光 召唤出光明迪迦 怀着这样的信念 她紧紧抓住了神光棒 等妮娜赶到 资料室里只剩下大谷 她身上没有伤 仿佛刚才的一切又是幻觉 但她手里的黑色神光棒 却是真实存在的 昏迷中的大谷 梦见了那处超远古遗迹 下面全是巨人们残碎的石像 仿佛在诉说当年那一战 有多么惨烈 幽怜出现在梦境中 她告诉大谷 自己封印了遗迹 能阻挡黑暗巨人一百年 但如果你使用黑色神光棒 他们就能再次获得黑暗力量 瞬间冲开封印 大谷现在面临两个选择 要么忘记这件事 安稳度过一生 要么迎战三大黑暗巨人 迎了人间光明永存 输了黑暗笼罩大地 大谷选择了后者 这是她不可推卸的责任 醒来后 大谷告别妮娜 穿上战服 驾驶飞船出发了 没多久 大谷抵达超远古遗迹 黑暗巨人们早已等在这里 卡米拉深情地对她说 你终于来了 当然 她等的不是大谷 而是迪迦 大谷拿出神光棒 果然还是黑暗迪迦 黑暗巨人们兴奋不已 遗迹上空的封印瞬间消失 前所未有的黑暗力量冲天而起 很快覆盖了整个地球 与此同时 黑暗巨人们的本体登场了 迪迦奥特曼对战黑暗巨人 首先上场的是红色巨人达拉姆 他有着难以匹敌的力量和防御力 达拉姆把迪迦拖进海中海 在这片黑暗的水域中 迪迦速度受限 正面硬钢又打不动达拉姆 达拉姆却能轻松抓住他 很快 迪迦被打到地下 达拉姆凌空一脚 让迪迦不能动弹 接着达拉姆蓄力大招 暴力的能量从地底打向迪迦 可沉烟散去 迪迦竟然站起来了 他不仅毫发无损 还把黑暗力量转化成光 变成了更强的龙卷形态 达拉姆感到不妙 想冲过来近战 迪迦双手聚光 甩出光流 击杀了达拉姆 第二个对手 是紫色巨人希特拉 他有着不可思议的速度和反应力 刚从海中海出来的迪迦 又被希特拉带到他的专属领域 梦幻空间 在这里 迪迦的力量被削弱 希特拉在空中发射光束攻击 迪迦只能被动挨打 非常狼狈 就在这时 遗迹中的狙奸会队长 拿到炸弹遥控器 他按下按钮 将怪鸟全部炸死 巨大的爆炸 也把迪迦和希特拉轰出梦幻空间 希特拉不再废话 直接发出大招 浑厚的黑暗力量正面命中迪迦 迪迦却硬撑着没有倒下 希特拉一看 继续加大能量 迪迦却越吸越爽 直到刺眼的光芒亮起 迪迦再次强化 变成爆裂形态 希特拉终于感到恐惧 但已经来不及了 迪迦打出一枚光弹 将它终结 至此 直升最后一位敌人 女巨人卡米拉 她汇聚出一道光鞭 向迪迦抽去 每一边都造成极大伤害 卡米拉困住迪迦双手 说起自己心中的怨念 三千万年前 她深爱着迪迦 愿意为她付出一切 到头来却惨遭背叛 当年爱多深 现在就恨多深 说着 她手上的光鞭变成光剑 向迪迦赐去 几招过后 迪迦身受重伤 突然 两套激光打中卡米拉 是妮娜驾驶战机赶来 她是来救大谷的 卡米拉猝意大发 将鞭子甩向妮娜 却被重伤的迪迦挡下 看着自己深爱的迪迦 拼了命保护另一个女人 卡米拉怒到极致 她张开双手 四周的黑暗力量汇聚而来 獠牙 瘦脸 发射光束迎击 但明显不是对手 很快被轰飞出去 倒在地上 彻底失去了光芒 这一次 迪迦还能站起来吗 就在这时 四周的石像亮了起来 一道道光柱冲天而起 汇聚成巨大的光球 原来这片遗迹中埋藏的 从来不只有黑暗 还有那些超远古战士心中 永不消失的光明 巨量的光芒注入迪迦体内 让她变成了最强形态 闪耀迪迦 金光护体 无视一切攻击 迪迦冲进怪兽体内 怪兽被炸成虚无 光线照耀天空 驱散黑暗 这座超远古遗迹 也随之坍塌 沉入海底 这世间的黑暗从未消失 但只要你相信光 光就会为你而存在